在航天这个长征路上 中国踏入了一个漫长的探索道路过程 随着中国航天硬实力的展现 连站在航天领域的佼佼者美国都露出青睐 想要和中国合作 但是这种情况下却有人喊停 声称其他国家可以 唯独美国不可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神舟12号撤离空间站 中国三位宇航员进行敬礼 自神舟12号发射之后 返航成为国人讨论的一件头等大事 而在距离中秋佳节的这个时候 国内终于传来一个喜讯 神舟12号撤离了空间站 这就意味着 中国宇航员离归家的航程更进一步 这无疑让大家解答欢喜 据悉在神舟12号成功升空后 航天员已经在太空进行了 为期三个月的生活 这个时长直接刷新了当前的记录 让人耳目一新 而从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 三位宇航员在完成任务后 对着镜头进行敬礼 而这一幕直接牵起了 全国人民激动的心情 有人进行调侃 直言三位宇航员辛苦了 中秋月饼早已备好了 就等着这些航天勇士的凯旋而归 未来对于天宫空间站的展望 其实不只是宇航员 在太空呆的时长有了突破 神舟12号与天宫对接的时间 也大大缩短了 而在国内关注神舟12号返航的时候 国外对这件事也进行了一个高度关注 不过他们最关注的点还是天宫空间站 天宫空间站与国际空间站相比 其规格要小很多 毕竟国际空间站的模块有16个 而其却只有3个 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天宫才能更具轻便性能 此外天宫完成的步骤很复杂 需要完成11次发射 其实天宫不仅完成过程复杂 其意义还十分重大 天宫是中国在航天领域的一个展望 其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非比寻常 其承载着远不止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而这里每一次的进步 都代表着人类里程碑的一个前进脚步 天宫成为抢手货 合作对象单单美国处外 随着中国在航天领域越走越远 空间站也俨然成为中国拿得出手的一个方面 天宫惹众议各国也开始流露出羡慕的语气 纷纷喊话中国 想要求取合作 而NASA也表达过相关意愿 想要加入与中国的合作项目中 不过立马就有人指出 这以结果实现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因为美国早就发出过警告 禁止NASA与中国空间站合作 从这里看出 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成为合作伙伴 基本不可能 近期来美国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 为了能够让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继续滥用霸权 就开始对一些威胁到自己利益的国家进行打压和干扰 以为这样就能够遏制这些国家的发展 但没有想到的是 经过了反复的折腾之后 发现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因此 他们就开始逐渐暴露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据相关消息报道 近日美国参谋长林奇会与副主席约翰海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美国与中国虽然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一些矛盾 但是目标都是一致的 就是不会彼此开战 因为双方都明白 核武器会带来的灾难有多严重 相关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上将确实是说出了美国的心声 因为从美国的举动上可以看出 美国确实是没有想过与中国开战 因为美国人也明白 与花开战会给美国带来多少损失 他们的真实目的 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 不论是拉拢其他国家共同围堵中国 还是对中国的企业进行制裁 或者是派军机军舰 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扰等等 实际的目的就是遏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说 看上去来势汹汹的美国建存飞机 只是在示威 朽肌肉 并不是想与中国开战 此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的一些附庸国就显得很无知 因为一些像日本英国这样的国家 为了能够顺从美国的想法 对中国做出了不少不友好的动作 原本以为美国会给他们撑腰 但如今看来美国根本不可能舍弃自己的利益 和中国展开斗争 所以说 很明显他们只是美国用来遏制 中国发展的一颗棋子而已 对此 五国局势观察人士也认为 如今在美国的挑拨下 国际局势不断升级 美国之所以不敢与中国开战 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所以美国不敢轻易对抗中国 对于俄罗斯也是一样 美国人不敢轻易惹怒俄罗斯 就是因为俄罗斯有核武器和导弹 因此 我们还需要发展我国的军事实力 所谓利监方能指振 只有中国的军事实力强大到 让这些西方国家产生恐惧 我们的发展才不会受到干扰 总而言之 美国不断的军事干扰 就是为了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 我们应该明白他们怎样想的 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将其制服 我国和俄罗斯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每当有人想挑拨中俄关系时 就忍不住让人发笑 中俄两国在经济 政治和军事互补上日益融合 中国的出现 让俄罗斯不会在美国 及其伙伴的霸权计划面前跪下 中国最近与俄罗斯又有互动 中国很有可能 从俄罗斯购买卡52 装备灵气五行两栖攻击舰 买不买大家怎么看 据巴西媒体报道 我国记者近日走访 俄罗斯卡52鳄鱼攻击直升机工厂 对该直升机的性能进行了详细报道 该直升机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直升机之一 大约在同一时间 凤凰卫视也采访了卡52直升机的销售总监 这样的报道让人兴奋 甚至有人猜测 中国已经为灵气五行两栖攻击舰 订购了大量卡52直升机 据悉 中国第二艘和第三艘零七五行两栖攻击舰 将在六个月内服役 而近代直升机花露水江成为了焦点 我国第一艘服役的零七五行两栖攻击舰 只配备了直八中型运输直升机 即使直20也在船上 但该舰的攻击力还远远不够 没有类似美军的F35垂直升降的战斗机 而只能寻求重型直升机 由于我国发动机动力受限 国内唯一的国产五直实直升机 如果上舰将面临航程严重不足的问题 从媒体曝光的图片中可以看出 五直实从船上起飞河降落时 仅期待两个辅助燃料箱和两个起火舰吊舱 传闻五直实直升机 虽然采用了改进版沃伦轴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200千瓦 但仍远低于美国魁蛇武装直升机 1638千瓦的发动机 卡52直升机的出现将缓解中国的人为之极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卡52KM的作战半径达到250海里 最大射程为1200公里 是美国魁蛇武装直升机无法比拟的 巴西网友认为 如果我国为075型两极攻击舰购买卡52直升机 将有机会在卡52当前增强型航空电子设备之上 整合到我国的古城武器和数据链中 中国虽然花钱购买俄罗斯战斗机 可能会被认为想借鉴 一艘075两极攻击舰可搭载30多架直升机 俄罗斯将获得中国的大订单 俄罗斯不同于服务于美国霸权利益的欧洲共同体 不会像苏联一样 用自己的灵魂换取对更美好未来的承诺 中俄之间的关系将会越来越亲密 世界一直在进步 俄罗斯不能一直吃老本 今后如果中国直升机制造方面有进步 俄罗斯也应该客观冷静地对待 不管未来中国从俄罗斯采购卡52或卡52K 在面对美军不断施压的背景下 没有合适的近载直升机或垂直起降战斗机的情况下 卡52不视为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据外媒报道 中国正在准备测试一座土代替 又作为燃料的核反应堆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首个拥有此反应堆的国家 这是一项更加安全和清洁的新技术 之后中国将会用此技术建造规模更大的核电站 很多人对核电站都有些害怕 认为核电站不但会对人的身体有许多的危害 更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 特别是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事件 不但让日本损失巨大 更是让大众觉得核电站非常的危险 此外在一般人的观念里 核电站基本上都是建在有水的地方 靠近海洋的就是临海核电站 日本福岛核电站就是这样的 靠近湖泊或者河流的就是内陆核电站 法国就有七成的核电站建在内陆地区 那么为什么核电站都建在靠近有水的地方呢 这是因为核电站在运行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热量 必须要借助水来进行冷却 所以必须建立在靠近海洋或者河流湖泊的地方 那么我国为什么要建造土代替又作为燃料的核反应堆呢 因为土的放射性比幼小很多 如果用土代替又作为燃料的核反应堆 不但在安全性能上比传统的核反应堆要好 更重要的是 这种核反应堆是不需要用水来冷却的 完全可以不建造有水的地方 这代表我国以后完全可以在戈壁上和沙漠中建立核电站 可以为我国提供更为安全和稳定的能源 而且在我国又储量并不多 也面临着迟早会使用完的危机 特别是我国土的储量是位居全球狩猎的 再加上土的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工业用途 据专家预测 甚至可以满足我国几万年的能源需求 这么多的优势 当然我国会研发出用土代替又作为燃料的核反应堆 世界各国也是非常的吃惊 完全没有想到我国在这项技术上的领奸 英国的核材料科学家就给出高度赞扬 并表示中国土燃料核反应堆会成为世界相继模仿的对象 希望能有幸见识到 其实这项技术并不是我国最新开始实验的 美国在很早的时候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实验 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研究 有了一些成效 甚至美国还想把这项技术用在军事武器上 可是由于技术进展的缓慢 美国最后只能放弃 而我国现在的这项技术上实现了弯道超车 现在更是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 这项技术将成为未来最有潜力的技术之一 不但能为我国的电力等能源提供保障和安全 也能消除一些隐藏风险 还可以为我国的航母、战舰、潜艇、飞机等提供新的能源 让我国的军事武器在能源上面更加强大 这也是我国科学家的不懈努力 和在该技术上不断探索和研发的成果 现在就是我国向全世界展现成果的时刻了 国际媒体就表示 中国确实了不起 这项技术可以使中国成为新型核反应堆的出口国 在未来 没有任何国家不想去讨好中国 中国终将引领全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